上个星期美国发生了一件枪击事件 不仅上个星期了 我们知道整个的五月份 这个美国是一个黑色的五月 那么不仅在德州发生了 学校发生了枪击案 而且在我们加州的教会里边 也发生了枪击案 那我们看到德州一个18岁的枪手 18岁的枪手 他冲进了学校 他对那些10岁左右的孩子开枪 打死了19个孩子 然后打伤了打死了两个老师 他打伤了很多人 那么这个枪手啊 这个枪手 我今天在引言中写到他只有18岁 18岁对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年龄 非常危险的年龄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说 这个世界的败坏 引诱 临到人的时候 这个青少年首当其冲的 没有抵抗力 这个枪手 在他18岁生日那一天 他买了两把步枪 买了300多发子弹 后来他又买了1000多发子弹 那么德州这个队 这个18岁就可以构枪 但是加州要21岁 每个州不一样 这个18岁构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么他冲进了学校 冲进了学校 然后呢 在冲进学校之前 他曾向他的祖母 应该是外祖母 开枪 他外祖母就 报警 打了911 然后当然我看得非常遗憾 这个德州的警察 这个动作不仅慢 而且他们的决策也是错的 所以今天在全世界都处于震惊之中的时候 我们来思想 人类为什么会有凶杀 人类为什么会有罪恶 那我们基督徒会不会面对这些事态和野诱 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因为一些世界的不公平 或者我们自己的不公平 我们来在冲动的情况下上魔鬼的道 当这个枪手开枪的时候 我脑海里有一句话说 撒旦进入他的心 我们要认识撒旦 认识撒旦的工作 认识撒旦的引诱 认识撒旦在我们身边 他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 寻找可以吞吞吞的人 所以我们也很遗憾 就是我们加州的一个 68岁的一个人也开枪了 他跑到我们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呢 到我们这个教会只有 半个小时的路程 他们的主人牧师是我的同学 是我在正道神院的同学 李府仁牧师 那现在他是忙得一塌糊涂 这个教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想牧师压力相当之大 所以美国在处理这些枪击案的时候 我们慢慢地会发现警方是作为有限 真的是作为有限 所以还是要自求自己保护自己 他们这个警方来到学校 就把学校包围了 不允许别人进去 也不允许家长冲进去 他们自己也不冲 然后他们就 就这个枪手就不断地在枪杀这些孩子们 我们看一个图片 我们看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那我相信这些孩子们 他们是在上帝的怀中 因为这个唯一受逼迫的是有福的 天国也像孩子一样 他们在神的怀中 在神灵魂在上帝的怀中 所以当我们想看到这些天真烂门的孩子 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 当然我们对警方也有些的不满 现在不断地事实公布出来 反映警方不仅决策的错误 他们也不允许家长冲进去 甚至有一个警察冲进 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领走了 那么这个慢慢地就会浮现出来 浮现出来 美国有些政府工作的失职无能 那么昨天我看一个新闻 就在那个学校的对面有个殡仪馆 有一个工人 那么他是埋这些孩子的 他已经挖了好多的坟墓 来完成这些孩子的下葬的工作 所以每个孩子下葬他都会流泪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凶手 当他看到凶手 这个凶手从窗往进钻的时候 他还问这个凶手说 你OK吗 你OK 这个凶手就眼睛盯着他 非常的凶 他这个时候 他看见凶手一侧身 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怀里面有 在衣服掩盖下面有 冲锋枪 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他 他太太说你把我的枪拿来 他太太就把他的枪拿来了 拿了以后 他往进冲的时候 警察把他靠住了 把他靠住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遗憾 所以现在大家在讨论进枪的时候 我在想 进枪是进了谁的枪呢 是进了我们 我们好人的枪 那如果 这个警察不让我们去动作 那凶手随意的杀人 我们在没有枪 警察好像好多的这个 这个上诉对警察的控告 最后到最高法院都失败了 因为最高法院的结论是 警察他是控制整个的局势 他不是保护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安全 所以 这个我如果是家长 我一定会保护我孩子的安全 那么 在洛杉矶 喇过的屋子这个案件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这个 68岁的周姓的枪手 他把教会大门都锁好了 他准备在里边 打开杀戒 他带的子弹是足够的 他还有炸弹 燃烧弹 那么 但是当他 开枪的时候 正姓的一个 医师 他只有52岁 他冲上去 冲上去 他抱着他 那么抢他的枪 这个人回手 就一缩子子弹 全打到这个 郑医生的身上 所以郑医生就挡住了好多的子弹 否则这些子弹会打在他的母亲 打到更多的人身上 所以郑医生 走了 被称为美国的英雄 前一天我看美国一个大型的球赛 橄榄球赛 把他的照片挂在空中 全体起立 向他致敬 向他致敬 我们也该向他致敬 这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就想到圣经说 能够为朋友舍命的 这个世界的爱 没有比这更大的 人为朋友舍命 这是最大的一个爱 那么因着他挡住了这个子弹 这些老弟兄姊妹 就有了缓冲的时间 这个教会的平均年龄是82岁 82岁 这个都是退休的弟兄姊妹 那么牧师也70多岁了 这个牧师从台湾回来 他离那个凶手有15步之遥 他冲过去 他没有等待警察 当然他们报警了 但警察还是没有到 他冲过去后 他用椅子 把这个凶手打趴在地上 然后他摁住他的手 不许他拿枪 那枪打在地上 然后他就喊 呼喊弟兄姊妹来过来帮忙 捆住他 这个弟兄姊妹就 弟兄们就过来帮忙 也姐妹过来帮忙 有些老姐妹 走不动的就在那里祷告来捆绑 耶稣说我们在地上捆绑 他在天上就捆绑 就把这个人给捆绑住了 用电线捆绑住了 他们把他交给了警察 这个时候警方还没有到 捆住的时候警察 警方还没有到 我们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遗憾 但我今天重点不是在讲警方的问题 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要提醒警惕 我在谈18岁的危险 18岁的危险 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 那今天我选择的经文在 创世纪的第三章 大家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 这个就段经文 如果你有纸板的圣经 你可以打开 因为我这边选的经文不是那么全 那我们知道在第三章讲到 人被魔鬼试探 第三章一开始说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记住蛇不是撒旦 蛇是撒旦附在蛇的身上 他这个撒旦通过蛇的样式来出现 是他的表象 撒旦的表象 那么蛇对女人说 他也有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瞎挖 神其实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那么神没有说 不可以吃所有树的果子 神说不可以吃那棵树的果子 这个魔鬼当他引用人的时候 他会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来引用你 他制造你对上帝的怀疑 然后女人就对蛇说 圆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摸 免得你们死 那么蛇就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也就明亮了 你们就如神 如神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建在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悦然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栽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他的丈夫 他丈夫也就吃了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人类被试探的一个情况 那么人类在试探面前 是得胜了呢 还是失败了呢 让我们都清楚是失败的 是失败的 那么今天当试探来临到一个18岁孩子的面前 18岁孩子有多少能够胜过 试探呢 大多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魔鬼 认识撒旦的工作 当一个人愤怒的要去杀别人的时候 他里边一定是 他的那个撒旦进入他的里边 他受了一些的诱惑 撒旦告诉他 你没事 你杀人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你杀了 你还能跑得掉 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圣经 当谈到撒旦的时候 他一称他为骨蛇 是撒旦的表象 我刚才讲了 那么撒旦化妆成为蛇 出现在夏娃的面前 那么撒旦是受造物 他不是自由拥有的 他是天使 他受到的时候完全美丽荣耀 为神所贵重 被称为明亮之星 而满有智慧 因着他的美丽而骄傲 结果背叛了神 被降为空中掌权者 从神的宝座坠落 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 犯罪以后 这个撒旦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 他有一群人 一群的天使 这些天使被称为撒旦的差异 用来攻击人的 也用来攻击主的教会 用来制造怀疑耶稣基督是神的 就是这一群人 那我们看到撒旦引诱人的三部曲 刚才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这三部曲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 在约翰一书中就讲到了这段经文 对不对 那么 所以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说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神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那么这个就回应到创世纪 第三章 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 于是女人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这是肉体的情欲 眼看到了好做食物 吃着是我们肉体得到满足 然后也愈人的眼目 就眼目的情欲 其实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今生的骄傲 智慧 人的智慧 今生叫人要 要如神 刚才撒旦告诉你说 只要你吃了 你眼睛就明亮了 你就如神 你就跟神一样 现在这个世界 人都把自己当作上帝 你要夺取别人的生命 其实你就扮演了一个上帝的角色 因为唯有神 他造人 唯有神可以收取人的灵魂 人没有权利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就发生这么 这么多的毁坏的事情 我们今天从三点来思想 思想这个撒旦对人的试探 第一我们看到试探者 让人怀疑神的话 往下走 请同工往下走一下 试探者怀疑神的话 他怀疑神的话 目的就是动摇我们的什么 信仰的根基 动摇我们信仰 他当时为什么要走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下边 他在想什么 我想他是很好奇的 好奇害死猫 他说怎么搞的 我的老公告诉我 上帝就所有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 唯有这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那这棵树一定有什么不同 我就为什么不可以吃呢 我们今天这个好奇心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孩子就很好奇 过圣诞节的时候 你包好礼物 你说这个 今天晚上不要拆啊 咱们明天圣诞早上再拆 很多的孩子偷偷的就先把他拆 看这什么东西 你给我的什么礼物 这就是一个好奇心 对不对 那么在他好奇的时候 这个蛇就走过来 他一眼就知道夏娃心里想什么 他主动的跟夏娃搭话 所以当撒旦来了 最好不要跟他讲话 圣经告诉我们 躲开试探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这个避免试探最好的方法 就是躲开 离开他 那么我不要跟他讲话 你想这个很多的青少年 因为这个接触世界的 他不接触教会的 他就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撒旦在这就对夏娃说 神岂是真说 他这意思就是神说的话 未必是认真的啊 神大概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没有关系的 这个你不吃 没问题 你吃也不见得有问题 我们常常会似是而非 这可是神的意思 是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不 不可以吃 就是不可以吃 可以吃 就是可以吃 他没有compromise 但是撒旦就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人的智慧 人的智慧就是 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 不一定那么认真 我们抱着侥幸的心理 我们觉得上帝不会那么严肃 就像我们对我们的罪 我们有的罪 邪尔威胁的罪 我们觉得 上帝也不见得知道 他真的知道我们犯的罪吗 他真的会惩罚我们吗 他不是有恩典给我们吗 他的恩典不永远的 这个伴随我们吗 所以现在有一个理论 就是上帝赦免你的罪 赦免你的特别彻底 因为恩典的原因 这个新加坡有个牧师 这个理论 是好多的基督徒在看 那有的跟我辩论 我谈过一个他的危险 有的人跟我辩论 说这个他错在哪里 他没有错呀 神就是有恩典的嘛 他的观念是 这位牧师的观念是 神赦免了你过去的罪 神也赦免你现在的罪 和未来的罪 当你信了耶稣 你过去的 现在的未来罪都赦免了 所以你不能够认罪呀 你认罪 神的恩典就没有了 这个不符合圣经啊 圣经说 人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神是信是 他是公义的 他必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不义 前提是我们要认罪 为什么今天要领圣餐呢 那就是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的罪呀 让主的保血再一次的捷径我们呢 让主的破碎的身体再次医治我们呢 所以亲爱听众子妹 我们要认识到 试探 有没有领导基督徒 试探知灵寸 领导十八岁的孩子吗 也领导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 对不对 那基督徒每一天都面对着试探 只不过有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 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胜过了 但是大多数 没有胜过 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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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的也没有关系 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不是说哎 我不需要认罪 我犯的罪越大 恩典就显得越大 保罗说断乎不可 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边 成为神儿女的人 我们怎么可以再犯罪呢 我们再犯罪就是把耶稣 再一次的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旦 他天佣加醋 他曲解神的话 他删解神的话 然后他来compromise神的话 他告诉夏娃说 你们 不一定死 你们不一定死 不一定死 那你们一定死跟不一定死 这个是差距太大 差距太大 我今天看到这些枪手 他们的这个 他们打死了那么多的孩子 他们的 他们肯定在硫磺火壶里 没有问题的 他们不可能不一定死 也许有的 拿这个医生的证明 说有精神病 那不会被判死刑 但是在上帝那里 你已经死了 你已经被判死刑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看到 当我们 这个青少年 在遇到这个走向世界之前 是很危险的 一个孩子能够长大到20岁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 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孩子们 一个一个的长大 在教会里面 这我非常感恩 可是今天的孩子 有多少在教会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美国现在据说 有70%多的基督徒 54%的人做礼拜 但是孩子来到教会 做礼拜的 却少之又少 即使来做礼拜 你想在他的生活中 他占多少时间呢 据统计说 美国的孩子们 他们在 每一年在学校的时间 是将近1000个小时 上课的时间 那么在互联网上 在电脑上的时间 或者在电视的时间 是1700个小时 这个比在学校 多的太多了 对不对 那么在教会里的时间 一个礼拜就算你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在教会里面 那么50个礼拜 你都来 才100个小时 一年才100个小时 100对1000 再对1700 你会看到 他们在教会里面 听神的话 感受到上帝的爱 赞美神 然后生命得以成长 让神的话来喂养 在学校里面 他们接受的知识 现在学校的知识 真的是很可怕 除了科学知识以外 大多数呢 所有对世界观都是错的 不要上帝 把自己当神 把偶像当神 把这个影星当神 把媒体当神 甚至把暴力 枪支当作神 所以撒旦 在引诱我们 今天的人和青少年的时候 他首先 有一点 没有神 这是上帝的 这是撒旦的 对上帝的一个定义 他说没有神 他也不说自己是神 他很聪明 他说自己神 你不会相信的 你会相信蛇是神吗 他说 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神 你听过有这种话说 我谁都不信 我就信我自己 那这就是这意思 这个 这种的诱导 让人相信 我们不需要 对一个创造主 负责 换言之说 全世界都应该 为了我们来转动 我们是世界的中心 第二 反对教会 你看现在 这个 他反对教会呢 他不说教会不好 他可以设定很多的政策 来限制你 限制你 比如各种的法案 甚至 你不能够批评 他所做的措施 你不能批评 他违反圣经的事 你批评他 他可以来 用他的法律 来制裁你 对不对 现在 教会反对堕胎 反对同性恋 可是现在你在牧师 你要讲反对同性恋 你可能会被控告的 对不对 反对堕胎 还可以 因为很多的地方 法律没有推出来 那这个前几天 南西波罗斯 我们的老朋友 南西波罗斯 就被他的教区的主教 给停了圣餐 为什么 因为他在国会 推动堕胎合法化 那么这个主教 就不能容忍他 他是他的会员 会友 他就停了他的圣餐 而且公布在全世界 这个 所以南西最近也是 事挺多的 然后老公也 酒驾 这个被罚了5000美金 等待着法庭开庭来判他 82岁 酒驾 真有意思 这么大年龄 开车还不说 还酒驾 议长的老公 这个确实没有榜样 让人看着难过 我也常常为他祷告 那么 反对教会 他也知道 一些新的宗教 让那些宗教 大行其道 然后来限制基督教 把基督教信仰 从国会 从这个政府 从这个学校 都拿掉 拿掉 学校里不可以祷告 学校里 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道 甚至连圣诞节 有一段时间 都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 真的说 Happy Holiday 这就是今天的 撒旦的作为 你不要以为 撒旦的作为 都是通过蛇 撒旦的作为 也是通过人 通过很多 撒旦的差异 来完成 他们在地上的工作 所以我们认识 他们的这个 这种 能力 非常值得 引诱这个世界 所以慢慢 我们基督徒 也习以为常了 请问现在 还有多少基督徒 反对同性恋呢 请问还有多少 基督徒反对堕胎的 甚至自己也是被堕胎的 或者自己愿意堕胎的 不觉得是罪 不觉得是罪 其实这是大罪 杀人的罪 堕胎是杀人的罪 我是反对堕胎的 这个 这个 中国 计划生育杀了四亿人 这个都是罪 这个不仅政府有罪 政府有罪 整个的文化都有罪 因为他们觉得 这是正常 这是罪 还有他们用 诱惑 把诱惑投到 这个 暴力色情的 电子游戏和 网络平台上 你 我不知道你的孩子 拿到电脑以后 你有没有看过 他在里面看什么 据说 95%的人 在看色情的 内容 六岁就开始看 美国的同意 从六岁 看到18岁 已经是老 老电脑 看色情的了 那色情的网站 熟得很 熟得很 这些里边 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 只有把孩子 带到上帝的面前 还有 撒旦用科学来抵抗神 反对一切超自然的信仰 反对一切神迹其事 这个 所以呢 这是 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人说 我不信上帝 为什么要信他 上帝是你们造的 人造的 人写出来的 为什么要信 这是本末道指 对不对 我们是上帝造的 但是你跟他辩论 他就说 世界都这么说 你看到现在 科学家写的书 或者一些的 文学家写的书 信上帝的多 还是反对上帝的多 不信上帝的多 以人本为的 还是多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五点 撒旦让人先信 没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 没有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 为永生来负责任 我们今天做什么 就根据自己的 靠物 我们不相信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非常的清楚 人死了 两个出路 一个去天堂 一个去地狱 天堂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地狱就是硫磺火湖 而且是真实的存在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 就没有敬畏之心 所以这个撒旦就 就这样的挑拨人 对不对 所以第二点 我们看到 他是撒旦挑拨离间 他挑拨离间的 目的就破坏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神造人的时候 人与神的关系 非常的和谐 那亚当非常的 听命于上帝 上帝也非常的爱他 他需要什么 那么上帝就给他什么 上帝也给他智慧 不是不给他智慧啊 上帝把那些动物 都带得跟你讲一讲 他起名字 那动物的名字 都是亚当起的 不是上帝起的 亚当就给他们起名字 那他没有看到配偶 他孤独 上帝要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说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上帝让他 建立一个家庭 他们可以生养儿女 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 天上的鸟 海里的鱼 地上的走兽 上帝让他管理 可是呢 当他们犯罪以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人类与神的关系 遭到了破坏 这个破坏严重到 人回不到上帝那里去了 我们从神那里来 神人按照他们的形象 来造我们 是我们有神的爱 神的公义 良善 良知 良心 在我们里面 当人犯了罪 良心被罪污染 被污染 人的良心就变成了 完全不是从上帝来的审美观 也不是从上帝来的价值观 判断 不是从上帝来的判断 是我们的情绪 就开始左右我们了 所以王硕写一本小说 就一半海水 一半火焰 人也是 一半像天使 一半像魔鬼 那如果你天天用神的话来引导你 你就是个美丽的天使 如果你天天在撒旦的挑拨里边 怀疑神的关系 你就开始成为撒旦的差异 你成为不了撒旦 但你可成为 散旦的差异 像今天我们看到18岁的孩子 不仅他18岁 纽约巴弗路那个杀人呢 也是18岁 对不对 那也是18岁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这个前几天 这个我看到佛罗里达2008年 那个杀枪手是17岁 17岁到18岁 是最危险的年龄 因为这个年龄有很多很多个人的挑战 他的年龄面对着上大学 大学考的不顺 有的就想自杀 自杀率也很高 对吧 恋爱 高中恋爱 高中恋爱有几个能成的 但有的孩子不懂 他认为他恋爱不能失败 当他失败 他就认为别人丢弃了他 他就一无是处 所以有的就走绝路 走绝路 有的也去杀别人 所以这个问题 当我们看到说 萨德的挑拨力间 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一点 我们人与神的关系 何等的重要 如果我们与神有良好的关系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如何与父母有良好的关系 我们与儿女有良好的关系 与弟兄姊妹有良好的关系 与我们的亲人有良好的关系 一个人的人生 什么叫做苦难 或者是悲哀 忧愁 都是因为关系的破坏 如果夫妻关于破坏 那你的家庭 那就七七参参 如果你与儿女的关系破坏 那你这个日子非常难熬 非常难熬 尤其现在的孩子 现在的孩子 如果这个些 如果你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了 你这些关系都可以和好 你相信圣灵的工作 不是你的能力和好 是圣灵光照你 让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圣经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我们不认别人的罪 我们认自己的罪 所以你看到 撒旦在挑动人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挑动人怀疑上帝的良善呢 他说神第五节说 神知道你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那潜在的神不想让你知道 你眼睛明亮 不想让你了解世界的事 他愚昧你 他知道 他不让你知道 你看到这个 这个非常的这个可怕的 这种挑拨离间 他说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你们便如神 知道善恶 如神来判断善恶 怎么可能 人怎么会像神 人类第一次凶杀案 就是在第四章 就讲到了该隐和雅伯的 兄弟之间的 仇杀 那下巴生了该隐 该隐的意思是得 得什么都要得 雅各的意思是抓 什么都说 所以这些以自我中心的 就是我要得到 我要抓到 以我为中心 那么所以他献地上帝不喜悦 不是说他献的农产品 上帝不喜悦 有人理解说上帝吃肉的 你看亚伯献羔羊 那么投生的羊羔和植油 那叶华就高兴 你看到那个 那个那个谁 这个 这个 该隐献出生的土产 上帝就不高兴 上帝吃荤不吃素 这个解释 不是圣经的本意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上帝喜悦 亚伯和 他的共物 先是亚伯这个人 他的行为 他的说话 他的做法 他与神的关系 讨神的喜悦 所以神 喜悦 亚伯和 台湾独汉 汉他的共物 而是不喜欢 亚 也 干引 汉 他的共物 那首先是人 我们做人 与神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撒旦做的第二个动作 就是破坏 我们与神的关系 他让我们对神 产生怀疑 我们怀疑神的良善 我们怀疑神 对我们有隐藏 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既然他不想让我们做 我就一定要做 看他能怎么样呢 所以撒旦 你看撒旦 当他引诱人的时候 他不是用那种 恐吓的 张牙舞爪的 这个 像那个 那个 那个 凶恶的龙 那个样子 他 非常温柔 他非常体贴你 他非常知道 你想什么 他说的话 你非常爱听 可是我们觉得 上帝的话 我们就不爱听啊 上帝的话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当我们读实践的时候 不可以 这个 扮偶像 除我以外 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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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不可 可是撒旦说 你试一试 所以 我们人也很喜欢 那个英文词 就try一下 你try一下 你试一试 看怎么样 你试一试 你就回不来了 你试一试 所以 舌的意思说 第一 我跟上帝 我比你了解 那你相信我 他说的话 不一定是那个意思 其实上帝对他也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 对不对 上帝从来不跟他 康伯 说 你是退我后边的 还在我前面 没这么说过 你就退我后边去 你不能够在上帝的前面 但是 撒旦 引诱夏娃 他说 我比你了解神 你相信我 没错 所以 第二 他说 神有私心 有所隐瞒 这就证明 神不是真的爱你 他的爱 不是全部的 不是全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制造我们与神的关系 遭到破坏 然后他第三的 激发夏娃的骄傲之心 就是 你吃了 你就像神 谁都想像神 可以有智慧 可以判断 任何的错误 对不对 只要我们一吃 我们就像神 眼睛明亮了 有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那么 神为什么让我们不知道呢 神让我们 保持于他的关系 当神 人吃了 智慧上的果子 就看到自己 赤神露体了 看到自己 不完全 然后就看到 别人的不完全 对不对 就看到了亚当 夏娃和亚当 互相看到自己的不完全 过去他们是不争吵的 他们没有吵过架的 因为他们 都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问题 那今天当他用自己眼光看到 这个老公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夫妻吵架 就是吃了这个社会肉的果子 就开始吵架 那夏娃就觉得 我比亚当有智慧 对吧 那亚当觉得 上帝把你造来帮助我的 你就是比我有智慧 那怎么样 你还得顺服我呀 夏娃说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那就看谁有实力 现在我们讲实力 讲实力 夫妻关系争论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姐妹们 挣钱不比弟兄少 英文不比弟兄差 学历不比弟兄低 对吧 这个然后呢 这个可能在世界上的公司里面的 工作职务也比弟兄高 那如果我们如神 那我们就会指挥丈夫 指挥家庭 指挥儿女 对不对 那弟兄也是如此 弟兄是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 当这个人的眼睛一明亮的时候 人们就看到别人的错 就会开始定别人的罪 上帝意思是不让你定别人的罪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这蛇 这时候他就挑逗 人的私欲 所以第三点 我们看到这个试探者 他挑动人的情欲 使人犯罪 不计后果 三章 第六节 刚才我们看到了 于是女人建那棵树上的果子 好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这棵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栽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他丈夫 丈夫也吃了 这段经文很生动的描述了 夏娃的情欲被眺望起来的结果 圣经用了一个于是这两个字 表示夏娃接受了撒旦的提议 于是 对不对 前面有一段对话 有一段描述 后来一转 于是 表示他 接受了他的提议 心动 他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我试一试有什么坏处呢 眼睛明亮了 有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我如神一样 神那么智慧 我跟他一样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他就吃 就吃 吃了以后 果然 这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夏娃的心思情感意志 都被他的情欲 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牵引 终于犯下了罪 这个罪一直到今天 所以保罗说 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 死就接着而来了 那么罪的结果就是死 罪的结果就是死 那么今天看到说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材料 说在圣利亚哥 一个加州的州立大学 就是UC圣利亚哥 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今年的青少年的忧郁 是70年来最严重的 因着瘟疫的关系 我们所以有没有跟孩子们 在十六七岁准备考大学 多跟他们交流 他们的青春期的躁动 他们的恋爱 他们的网上关心哪些的明星 他们在关心什么事情 我们了不了解 我们很多父母 这是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用简单粗暴 来对待孩子 我们根本不了解 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青春期的危险 你知道这个大麻 大麻的统计 95%的中学生 吸过大麻 我相信你的孩子 也不一定能够就避免 吸过大麻 现在我们教育 还有在辅导 这个有的孩子的吸大麻 非常严重 有的把他送到了 这个戒读中心去 接大麻 今年的毒品你一碰 你这一生就完了 大麻也好 海洛因也好 冰毒也好 你当你吃了 这个大脑神经 就完全被破坏掉 这人这贝勒就毁了 你知道魔鬼就说 这什么关系 孩子们吸一点 有什么关系啊 踹一踹嘛 试一试嘛 没有试过的东西 试一试有什么好 有的甚至说 这个大麻 我是反对大麻 合法化的啊 这个大麻 很多忧郁症的人 要死了 一吃大麻就不死了 那你另外一个问题 就来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 所以 这个 现在的冰毒啊 我前天有一个 在中国拍电影的 一个姐妹啊 她排了一个叫 骑兵行动 然后她演戏中的一个 公安的一个处长 她跟我说 他们去了那个监狱 看那些吸毒的人 卖毒品的 被判死刑的 有的判无期的 有判二十年 很重的 那这些人告诉他们 为什么 戒不掉 这个是戒不掉 没有没办法 能戒掉的冰毒 因为这个冰毒 是人工合成的 就像我们今天 这个病毒 是否人工合成的 我们都不知道啊 我们都怀疑他 人工合成的 比自然的冰毒还坏 比自然的 海洛云还坏 因为这个人工合成的 吸了以后 他又不可以再戒掉的 而且他破坏你 整个的神经系统 这个人就毁了 这不能碰 上帝说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这个绝对不能碰 父母在那里 一定要坚持 不要孩子碰那些东西 你这是真正的爱他们 那么我们知道 加入这个 这个做这个统计呢 他也总结了三种类型 就是现代通俗文化 对孩子们的影响 对人的影响 人们注重的是 相貌 地位 财富 中国就是 高富帅嘛 这个 什么 什么什么白富美嘛 这都是这个世界的观念 所以 因此呢 孩子们在面对这些时候 他们会有比较 在比较时候 很多的比较 是很多的贫困的孩子 或者是这个家庭 这个不健全的孩子 原生家庭有问题的孩子 他们有自卑感 他们有自卑感 那么这些自卑感 就导致了他们 反社会的心理状态的形成 这个这个是非常 非常可怕的啊 那么对孩子的影响 非常的重要 父母的影响 这第二点 通俗文化 是对他们一个影响 他们在通俗文化影响下面 他们会自我中心 藐视权力 不遵守规章制度 不遵守规则 认为一切的规则 都是坏的 后现在就是这样的 什么都是圆的 不是方的 不要硬硬硬硬硬 不喜悦 第二个父母的影响 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父母整一天盯着孩子 保护有加 什么都帮他们处理好 不让他们做 只要好好念书 考上好学校就行 这是那样子吗 考上好学校就行吗 弟兄姊妹知道 前几天上个 也是五月份发生的事情 五月份第三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内 普林斯顿三个 亚裔的孩子自杀 普林斯顿大学 长青灯大学 最好的大学 三个在一个礼拜之内 两个中国人 两个华人 一个韩国人 韩裔的南韩来的 那么这个都是生在美国的孩子 我今天都没把他们照片拿出来 我觉得挺难过的 我看着他们这孩子照片 一个18岁 最大的21岁 都是在这个 这个好的学校压力下 然后他们得了忧郁症 最后刺杀 那个亚裔姓张 跟我一个姓 这个孩子 非常优秀 据说考SAT是什么 都是满分的 考进普林斯顿 他考了好几个名牌大学 他选择了普林斯顿 他被发现尸体是从 这个我们普林斯顿大学旁边 那条河 那条河 发现的 那条河是我们平时泛舟的地方 比赛的地方 钓鱼的地方 非常美好的 景色非常的美丽 卡内基河 他就在卡内基河 发现了他的尸体 非常难过 你像父母都难过 培养到普林斯顿 你不要觉得是 这个你什么都 要他好好念书 上了好笑 就可以了 那我刚才讲的 还有一种 恰恰相反 父母忽略儿女 不给他们告诉人生 正确的方向 你愿咋咋地 没有怪异 你做的都对 因为跟你跟你说 你就吵嘛 我们不会告诉他说 这个世界有一个上帝爱你 你人生的道路 你唯有在上帝的话语里边 你才能不偏左右 否则你就偏了左右 你偏了左右 你付代价的 这个代价 有的时候 一生的代价 有是几年的代价 有十几年的代价 我们不敢说 怎么样的能够让神给我们智慧 我觉得最重要 就把孩子带到教会 带到一些信主的孩子中间 让这孩子每天 你像我们教会 每一天早晨 十几个弟兄姊妹 大多是姐妹了 那么为教会的孩子守望 祷告 每一天呢 一二三四五 五个早晨 为孩子们守望 五点半起来 你想这些家长们 爱孩子 他们五点半起来 祷告完了 去给孩子做饭 当他祷告完 他在给孩子做饭的时候 他的爱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就不会在世界的文化 和世界的怒气里边 来管理孩子 他们在主的爱 主的真理和智慧里边 来管理孩子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第三点 这个调查说 宗教与道德衰败的影响 对今天的孩子非常大 没有是非 道德沦丧 颠倒黑白 宗教衰弱 教会衰弱 人们不再喜欢教会 好像在阿布斯特丹 有个调查 一千个青年说 你们喜欢耶稣吗 说是的 那喜欢教会吗 那90%人 50% 95%的人说 我不喜欢教会 我喜欢耶稣 这个话都是 不可以成立的 基督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你喜欢基督 你怎么不可能 喜欢他身体 不可能的吧 对不对 你今天喜欢一个人 你会 我喜欢你的思想 我不喜欢你身体 我就嫁给你了 会吗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所以 人一定要了解 今天的世界 对基督教的 这种排斥 边缘化 包括这种批判 你看 你想一想 我们十几年前 堕胎和同音量 都是违法 那今天却成为 自由 美化他 成为他自由的选择 圣经讲的很清楚 在诗篇139篇说到 我要 我的肺腑 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经复辟了我 我要称谢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我微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 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过一日 都写在车上了 就是当一个人 受孕开始 他的生命就开始了 堕胎就是杀人 这就是杀人 没什么错的 那罗马书也讲到了 因此上帝任凭 他们放纵 可羞耻的情欲 男人 女人 弃了 顺性的用处 浴火攻心 彼此贪恋 贪恋 男人和男人 行可羞耻的事 就是把自己的身上 这个网维当做报应 今天的报应有没有 当然有 有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这个国家 在开国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 这个开国的国父们 他们都敬畏上帝 常常的祷告 以圣经为根基 在学校里 以圣经为课本 那今天的学校 老师还会用圣经 做课本吗 那你可能会被开除 老师也不能祷告 为孩子们 那可能被开除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的败坏 都是人的败坏 人拒绝神 就为所欲为 执政者也不例外 这执政者 你看到他们拒绝神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就推动一些 非常奇怪的事情 正事不做 突然做一些奇怪的事 男生上女生厕所 变性人要被尊重 我那天我去一个书店 一大堆的叫什么 BT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些书 告诉你 而且现在开始 加州已经在孩子的身上 开始教育这些 一个小学生 甚至幼儿园就告诉你 变性是正常的 可以不告诉父母 没有问题的 今天的社会 就是撒旦的轨迹 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 该怎么办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我非常难过 我难过了好多天 我这个五月份 我整个都在难过中过的 我一做节目 我就会流泪 我想到那些孩子 那些青年 我想到这个世界的堕落 没有神 我们这世界 真的是越来越堕落 人却不要上帝 我看到一个 这个照片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讲一讲他的故事 我今天没有放 这个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看到 你看这帅哥 这个帅哥只有17岁 只有17岁 他就在网上 他就 有一天崩 网上就崩出了一个女孩子 很漂亮 说很高兴认识你 你在哪里 你在读几年级 那他就跟他说了 然后两人就聊起来 聊聊聊 越聊越熟 这女孩子说 我特别喜欢你 我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交往 那他也觉得 也可以同意 现在在网上 交友的也 也是很正常 对不对 这但是这都是瞒着父母的 没有跟父母 他只有17岁 正准备考大学 非常优秀的孩子 面书非常优秀 结果这个对方 这个女孩子就说 我可以把给你一张我的裸体照片 供你欣赏 那就传过来了 他一看果然美丽 跟夏娃一样 对吧 那么这个女孩子说 为了公平起见 那你也得给一张 给我一张你的裸体照片呢 他就把自己一张裸体照片 就给了人家 他自己献照的 还是献照的 给了人 当接到照片 对方就开始勒索他 让他给2000美金 如果他不给打钱 就把他的照片 放在公共的平台上 传给他的学校 传给他的父母 他哪有钱呢 他说我只有100块钱 不行太少 而且这2000块钱 只是个开头而已 后面多少钱不知道 那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这孩子该怎么办呢 他应该报警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诈骗集团 这是一个诈骗集团 绝对不是 那个女孩子照片 都是诈骗 诈骗集团用的 他后边那个人 就不是个女孩子 他是个犯罪集团 他没有选择跟父母 来告诉父母 因为他羞耻 他羞耻 他觉得他 他不该这样做 然后呢 他也没有报警 他选择了自杀 他给家长留了一个纸条 表示他很尴尬 很难过 面对这种事情 他无法面对 他就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 他的母亲大声的击呼 父母做父母的 看好我们的孩子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引用我们的孩子 所以圣经说 撒旦魔鬼 像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他在寻找你的破口 他寻找你面对很多 明显的 是罪的问题 我们可以 compromise 我们觉得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一试 我们可以试一试 撒旦说你试一试 你的眼睛就明亮了 你就如神 这个罪 就像个毒钩 死亡像毒钩 勾住你 他就不会放开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要未雨绸缪啊 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是否尽到了 做父母的责任 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给孩子买一个电脑 我们就完事了 觉得他是在念书 做作业 我不知道他得用电脑 念书 做作业是多长时间 但是我相信 没这个统计 大学的统计是 这1700多个小时 大多都是在一些 不该看的网站上 当然也有些很多孩子是不看的 他们所以考进了普利斯顿 可是考进普利斯顿压力很大 考进了哈佛 压力更大 普利斯顿在全美国 他占第六位 他的压力 那第一位当然是哈佛大学 压力非常大 美国大学 也许容易进 但是不容易出 孩子们有很大的压力 多多的爱他们 帮助他们 尊重的诱导他们 给他们灌出正确的世界观 让他们出去的时候 立刻就找到主的教会 前几天 我给我侄女小灰通电话 我很感动 那个我们加拿大步道团的 李弟兄 他两个女儿 两个孩子 女儿和儿子都大学毕业了 都在耶鲁大学 两个孩子都在耶鲁大学 差三年吧 好像 女儿毕业了 进入到高盛集团 那么立刻就找到教会 你像高盛集团 管财务的 管机 搞经济的 然后在教会里来帮教会来管理财务 你看这个孩子 在22岁 都好 对吧 立刻找到教会 然后儿子呢 找到了 也是耶鲁毕业找到了 这个在旧金山的工作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小辉 我的侄女 我的侄女现在 这个北加州的 林良堂的电视台 叫优士 在那里做制作 他就说 你能不能去接他 然后就带他去教会 去林良堂 因为林良堂 青少年的事工非常好 而且这个英文的事工也非常好 当然国语的事工就更好 所以 我的侄女 到金山把他接到家 然后就带他去教会 先 还没有找到住处 就先来到主的教会 来认识 这个教会 继续他的聚会 所以他认识的人就不一样了 都被圣灵充满的孩子 都是讲来要立志宣教 把一生献给耶稣基督的孩子 完全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18岁是个危险的年龄 要记住 如果你有孩子16 17 18 那你要真的是用耶稣的爱来爱他 用神给你的智慧来带领他 当他过了18岁 到了21岁 当他大学毕业 他的世界观就差不多形成了 就好多了 18岁危险 非常非常危险 我们都经过18岁 你想18岁你做的事情会 考虑那么周全吗 不会的 冲动 一个冲动 就会导致一生的悔恨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我们今天看看结论 我们如何来胜过试探呢 当我们认识了这些试探 我们必须要胜过试探 第一点 我们要认识撒旦 认识这位空中掌权者 我们要认识他的诡计 这位撒旦 是上帝造的真实存在的 很多人不相信撒旦的存在 不相信魔鬼的存在 他是个灵 他是个邪恶的灵 他 不仅通过蛇 他要通过其他的物质 媒体 来引诱你 来试探你 所以 我们如果不认识他 我们 就不能够 抵挡他 所以雅各书说 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 让魔鬼离开我们 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为什么要圣灵充满 当圣灵充满 邪灵就进不来 如果不追求圣灵充满 我们每天跟世界一样 这个试探就会来 圣灵充满 我们知道哪些是可以的 哪些是不可以的 哪些yes 哪些no 没有compromised 没有中间路线 那么当圣灵不充满我们 当引诱来到我们 你可以试一试啊 你可以试一试 你试了 不见得死 不见得死 但是圣灵充满就是 一定死 一定死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世界的引诱 我们很多人喜欢这种 我们管的叫 叫骑墙 骑墙 所以很多人信了主了 不好好的追求主 追求主的这个话语 我们还是用世界的世界观来看待我们的信仰 有的人开始批读主的教会 觉得教会的人不得救 教会的外人才得救 这个不合圣经 这是胡说 神的救恩在他的家中 有一天教会整体是被提的 被提是整体被提的 那么在外面的肯定会落下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来到神的家中 你生命才可以成长 才能长成基督的身量 所以你的信仰 不是说你受洗了就得救了 不是的 信而受洗才能得救 而且这个信一直赤手到 你永远 永永远远的信他 把他居首位 你才能够得救 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些放弃信仰的 让圣灵 这个亵渎圣灵的 永不可赦免 对不对 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很多的那种成功神学 或者叫做廉价的恩典神学 都是这个 都是讨世人喜悦的 很多 为什么是很多人去这种教会 因为他讨你喜悦 你说的你好听 美国有的教会 牧师说 为什么要讲耶稣定时假 他不愿听啊 所以当然就讲 今天我们的 如何生活的更好 让你的生命更美好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讲的都是这个 很少讲 为主受苦 与主同定时的假 为主殉道 这些信息没人愿意听嘛 所以这个世界就堕落 教会也开始软弱 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祷告 这第一点啊 要认识撒旦 第二远离试探 圣经告诉我们说 雅各叔说 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你想为什么他会试探你呢 一定是你有破口 我最近 好多人传给我 他们财务被骗 那我说为什么他被骗呢 是因为 你 他说他投资赚钱 能赚20% 我说你信吗 我们教会就有啊 有一人来到 交一个女朋友 我们教会的 他就跟着女朋友说 你投资到我这里来 我让你赚20%的利润 可能吗 美国没有这个 这么好的事情 不可能的 对吧 那就人信 最后是开始抱怨教会 这个怎么 这种人来到教会 那他教会 他不找我的 他找你 对不对 他都不跟我说呢 20% 对不对 所以 你看我这个 我也是 大家知道 我在网络上 也有很多的时间 为了传福音啊 这个我也有很多的时间 我的脸书也好 我的推特也好 尤其脸书啊 这个Facebook 这个东西 大家要小心 不断的有些美女 邦当就过来了 你忙吗 你忙吗 我忙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 你忙吗 要不要认识一下 你很吸引我 然后呢 就 怎么样 你说我怎么回答 我就说 耶稣爱你 立刻就不见了 美女就不见了 而且这些美女背景 都是香港 其实都不是香港人 都是大陆和台湾的 香港 然后他就当你上了当 他就让你投资 投资先给你甜头 我们一个韩国的姐妹 也是被一个帅哥 就这样引用的 赔了七万多美金 七万多美金 他跟他谈恋爱 然后说我替你投资 在网上谈恋爱 你都没见过的人 你谈什么恋爱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 问我在香港 我认为是律师 要去打官司 我打什么官司 骗子 你找都找不到 对不对 这个 要记住 今天这个网络是虚拟的 那个后边的人 不见得是真的 张国立是真的 张国立是真的 逃都逃不掉 对不对 那像这类的 当你发的时候 你怎么说 耶稣爱你嘛 耶稣爱你 有的人问 你做什么工作呢 我说 我是传福音的 那你愿意跟我交朋友 那我就会谈传福音 耶稣爱你 那立刻就不见 可灵了 那我告诉你 所以这个试探 你要远离他 告诉人 你就是基督徒 你就是基督徒 你就是牧师 你要跟我谈 我们就谈福音 别的我不会 我就不懂 我就等福音 传福音 你要了解福音的奥秘 我可以跟你谈 我也不见得 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谈 我可以把圣经 推荐你两本书 你去看 看完咱们再谈 否则咱们 谈不到一起去的 对不对 所以是第二点 要远离试探 我们才能够得胜 第三点 抓住上帝的话 弟兄姊妹 神的话非常的重要 神的话非常的重要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哎呀神的话 有什么关系呢 读不读 圣经放在那 只要到教会来 到教会 我们现在都不带纸板圣经 我们都带这种 这个手机来看看 但我还是习惯用纸板圣经 我在家里读 我讲到 我现在你看 我跟你们讲到 我也是用纸板圣经 很多用纸板圣经 这个我还是习惯于这个 那么 今天的这个世界 人们开始引诱人 就是要怀疑上帝的话 我们知道魔鬼的试探 耶稣的时候 他怎么试探呢 我们看一段经文 我们看耶稣也被 这个引到旷野嘛 接受魔鬼的试探 对不对 那魔鬼试探 耶稣也是三部曲啊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你们看头影后面 有没有这段经文 没有吗 我记得我预备了 刚才耶稣 当他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试探 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 这个 试探人的就是魔鬼 我刚才用试探人的这个词 就撒赖 他进前来对耶稣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吗 这是 这叫什么 这叫肉体的情欲 因为耶稣饿了 饿了 肉体的情欲 那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有肉体 他肉体会饿 魔鬼就试探他了 耶稣就说 经常记者 你看他不用自己的话 用自己的话一定失败 魔鬼试探人你要记住 你不能用自己的话 你一定要用上帝的话 那上帝话你认识多少 你知道多少 能背起来多少 你能用多少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又能够多 用上帝的话来抵挡他 那耶稣就说 你若人活着 经常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这个就是 在肉体的情欲中 魔鬼试探人 耶稣得圣 对不对 魔鬼就带他进圣城 叫他站在垫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常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 那这是什么 眼目的情欲 魔鬼 这个 这是 用荣华富贵来引诱耶稣 告诉你 跳下来 没有关系的 那么 耶稣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到一个高山 将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福福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 退去吧 因为经常记者说 当败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开耶稣 由天使来伺衡他 我盼望我们也是 魔鬼离开 我们有天使在我们的身边 有天君保守我们 当魔鬼用肉体的情欲 眼部的情欲 亲生的家来试探我们的时候 我们靠神的话语来抵挡 你看耶稣 三段都是用经上记者说 经上记者说 经上记者说 弟兄姊妹 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我们会说经上记者说吗 你说 不 这个不行 这个倒是可以试 这个都不行 我们要用圣经的话 来抵挡魔鬼 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拿起圣灵的宝剑来征战 靠着征战来得胜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也为我们教会的安全来祷告 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边 我们看到不断的有凶杀 自杀 被捆绑 被引诱 在罪的捆绑中出不来 我们需要 所以这个世界需要耶稣 需要主的教会 需要耶稣的福音 什么时候人们再回到上帝的面前 承认上帝是美国的主 什么时候学校回到上帝面 承认耶稣是教学校的主 是老师的主 是孩子的主 什么时候教会回到上帝的面前 要背着架来跟踪耶稣 而不是办个同乡会 不是办一个什么俱乐部 而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一群认罪悔改的人 从世界招出的人 但是永远的盼望 来跟随耶稣 用上帝的话来建造 建构我们的生命 建造我们的家庭 建造我们的儿女 用圣经的世界观 来看世界的一切罪恶 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就可以 得胜 哈利路亚 好 好